来关注韩国的护国军演 据央视远引韩国媒体报道称 一名韩国士兵在训练当中 受到了一名不明身份者的枪击受伤送医 当地时间27号晚上11点半左右 两名韩国陆军士兵在民间区域 执行护国军演的相关科目训练时 遭到不明身份者枪击 其中一人重弹受伤 据受伤的士兵李某回忆 他们正在执行埋伏任务时 突然响起一阵枪声 他和同伴急忙躲避 但回到帐篷后才发现 自己左侧锁骨处已经中弹 随后李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接触治疗 经过手术 医生取出了一颗通常用于打猎的 5.0毫米的空气弹 警方判断这很有可能是偷猎者 误将士兵的手电筒 当作动物的眼睛而发生的事故 韩国眼下正处于禁猎期 KBS报道称 虽然军方曾要求地方自治团企 严格查处偷猎行为 但此次在民间地区进行的相关演练 并未限制民用车辆通行 当地警方表示 将根据目击者的陈述 追查嫌疑人乘坐的 白色科兰顿越野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